所有救队员吸水中来回搜索 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学生准备返校趁着暑假最后 中不假期相约细水 但没想到却发生憾事 这事发生在28号 桃园高中生相约到复兴区烤肉细水 当时玩得正嗨 朋友相约从高处往下跳 但没想到其中一名攀戏男子 跳下水后人就失去踪影 朋友惊觉不对劲 立刻打电话通报求救 今天分队接获报案 侠云稀有民众逆水 立即出动三车一船艇 七人前往 到达现场后 发现为一名男性16岁 高中生溪水后不见终银 经过数十分钟的搜救 终于找到潘姓男高中生 但是当时人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送医后还是抢救无效 但这水域本身水就很深 贸然跳水在开旋前夕 却发生憾事 也让同学家属无法接手 昨天晚上新竹县的宝山香 双溪村办公大楼前面出现的民众 大排长龙在等筛检 那原因是因为当地有一名 80多岁的长者 传出他因为车祸送医 竟然验出了新冠病毒 加上这两个日子呢 从事的是餐饮跟服务业 接触的不特定对象多 所以因此卫生局也不敢大意 针对高风险对象要紧急快筛 但是现在中央疫情中心透露 这位长者其实他是 一采羊 二采婴 所以现在要采第三次进行确认 那现在还不算确诊 医护人员紧急着装穿上防护衣 工作人员帮忙布置场地 拉出动线 民众从大门口一路往后排 看不到镜头 脸上全血的焦虑 他们都是新竹县宝山香的居民 大批排队人潮全都要来裁剪 会如此慎重其事 全因宝山香内 晚间传出一名八十多岁长者 因车祸送医 结果裁剪 验出有新冠病毒 指援中心说明 这名长者一采羊 二采婴 将在三采最后确认 还不算确诊 但传出这名长者 两名儿子都在宝山香 从事餐饮服务业 平时接触不特定对象 卫生局启动北荣新竹 机动快塞队执行社区快塞 索性一百九十六人 全是隐形 他们可能有先做一些裁剪吧 这一名长者三采结果 预计三十一号出炉 新竹县第一时间紧急将 可能高风险对象进行快塞 避免迈一步导致疫情扩散 索性警报 暂时解除 三连新闻账号 易增建讯 女文姓新竹县报道 明天就要开学 但是配合防疫 现在连家长都禁止入校 所以今天有国小呢 特别安排 让小姨新生的家长 可以先到校园去场看一下 我们现场情形 再联系点曾家宣 好 明天就要正式开学了 目前呢 可以看到在国小的门口 都已经布置好 要欢迎今年的小姨新生 但是因为今年防疫的关系 所以呢 其实明天开学日 家长还有访客是完全禁止入校的 那也可以看到说 在今天提前一天 就学校开放 让家长带小朋友 先来熟悉一下路线 因为明天开学日呢 他们只能够自己进去报道了 那也先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怕今天如果没有记起来 明天找不到教室 不会啊 我记得很好 大家会带一整天吗 有习惯带一整天吗 有习惯 但是有时候会那个 让我学生 有时候要吃午餐的时候 然后我才会把它拿下来吃 不然口罩就这样子 脏掉了 不然这里解一颗洞 然后再吃掉 好可以听到有小朋友说 他其实完全不紧张 而且非常的期待开学 那加上说呢 其实在这段防疫期间 他们也很习惯戴上口罩了 那也可以听到家长说 虽然是有一点点可惜 今年的小姨新生开学 不能够陪同入校 但是呢 也算是给小朋友 一个练习的机会 明天呢就自己进去学校 来上课报道了 那因为今年防疫的关系 除了说呢 像是家长访课 禁止入校之外 小朋友在上课期间呢 也一定要全程戴上口罩了 那像是吃饭的时候 也必须要这个装上隔板 毕竟呢 开学就是一个大群聚 也担心说呢 开学之后呢 如果有一个人确诊的话 这个诊班都要停课 这个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在防疫方面呢 真的不能马虎 好防疫不能马虎 所以呢明天开学之后中央也规定 只要14天内出现两人确诊 就必须要全校停课 所以小峰也不敢大意 包括吃饭时呢 需要隔板 那刷牙避免群聚 所以要采取分流 或者是在座位上面刷牙 就连体育课呢 也要